- 到加油站加酒吧跟晚上到酒吧哪一個才有賣鍋吧? - 大家好,我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 叫... - 欸? - 拍誰? - 哈哈哈哈哈哈 - ULISON耶 - 便吸K哥藍牙音響S10 - 哈哈哈哈 - 箱子那個破裝是因為阿伯帶出去測試的時候把它撞破的 - 這一個啊, ULISON啊 - 之前阿伯有跟你們介紹過嘛 - 就是那個S12,比較大台那個 - 然後現在他們ULISON官方最新推出的就是這一台 - 比較小台的 - 我們直接來看看實體怎麼樣吧 - 打開包裝之後你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可愛的一個本體 - 裡面還有一個可以調音啊 - 還有一些氛圍的麥克風 - 還會配上一條3.5雙弓的音源線跟這個充電線 - 現在講到它本體的部分 - 哇,這一次的本體真的是非常的可愛 - 它後面的配置一樣有這個 - USB 跟 TF 卡的插槽 - 然後同樣支援藍牙的這個連接 - 你還記不記得S12它的麥克風可以收納在什麼? - 收納在這後面 - 欸,這是我覺得 - 喔, ULISON他們的一個很好的設計 - 喔,沒錯 - 它這個麥克風啊,因應S10的大小 - 所以呢,也是變得非常的迷你可愛 - 喔,這是動圈式的麥克風 - 後面是用Type-C來充電的 -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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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 唉唷,很大聲耶 - 有沒有,它那個打開之後 - 氛圍感覺就非常的好 - 哇,馬上就有那個Echo回音的感覺 - 而且啊,你們看它這麼小一點 - 對不對 - 可是它的音量啊,非常的大 - 阿哥一直以實測啦 - 喔,我自己這樣子講話啊 - 大概在一百百公尺的範圍 - 都會非常清楚可以聽到 - 所以不要覺得它那麼小一顆 - 呵呵呵呵,這火音有點太誇張了 - 所以不要覺得它那麼小一顆啊 - 喔,它的聲音就會不夠力 - 沒有,它算是一個小辣椒吧 - 喔,小鋼砲類型的耶 - 它的那個擴音的範圍是非常大的 - 阿,對,阿肥最近開始錄影之後啊 - 其實我發現一件事情 - 就是跟這些露營的朋友們道歉一下 - 因為阿肥之前在介紹這些 - 來來看阿克風的時候 - 都會跟你們說 - 欸,你們就可以在那邊看電影啊 - 或是在那邊唱歌啊 - 喔,露營不是很high嗎 - 其實說真的啊 - 就是那個,如果你們要唱歌的話 - 盡量還是在白天的時候 - 不然的話 - 你如果在那種露營的很多人的場地裡面 - 除非你是包場 - 不然你在露營的場地裡面很多人 - 然後你就在晚上在那邊唱歌的話 - 其實有一點會打擾到別人啊 - 所以要跟露營的朋友說聲道歉,不好意思 - 阿肥不應該在影片當中說 - 欸,這帶去露營區就可以直接隨便唱 - 沒有沒有,你們還是要考慮一下 - 一起這個在附近露營的人 - 的這個心情啊 - 那這一次呢 - 阿肥拿到的是單麥克風的版本 - 他同樣的 - 可以支援雙麥克風的輸入 - 並且呢 - 如果你有兩顆也可以支援同時輸出的功能 - 可惜阿肥只有拿到一台 - 沒有辦法跟你們展示一下 - 好啦,接下來就看阿肥實唱給你們聽聽吧 - 精錚唱給你們聽哄 - ursov Pet máximo - 啊,是很厲害 -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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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случ constructingial 咳咳咳咳咳咳咳 這是一鏡喔?我走回來應該是一鏡 應該不會一鏡 稍微移遠一點 你們現在可以聽到,阿肥這個是直接實境錄給你們聽的 我走到這個...陽臺距離 直線距離的話大概15到20步左右就可以走了 也不會說很遠 但是我剛才是有把這個細密窗把它拉上的 所以如果你們還聽得非常清楚的話 我現在完全還沒有看過影片 如果你們還聽得非常清楚的話 表示它的這個穿透性真的是很強 哈佩現在是主台 我不太敢大聲的講 因為它這一台真的是非常夠的利益 我這樣子如果很大聲的講的話 我覺得總會作品 又是可能會看頭出來看不完 那這一台呢 它的聲音、鬼音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哈佩現在在你的戶外空間裡面呢 它的這個感受的聲音 我先把它灌掉 它的這個感受的聲音啊 它也是音場是相當的不錯 因為它有三顆喇叭的關係 所以它的聲音是直接擴展出來 讓你會覺得說 它的這個音場是非常的好的 在聽完阿肥的這個測試之後 我必須要講啦 它的聲音、氛圍感 這些真的是都不錯 而且這麼小一顆居然有那麼大的音量 讓我真的是很訝異耶 因為它是一、二、三 總共有三顆的喇叭 我直接這樣子擴音出來 我真的覺得它音量是非常的夠 而且不會讓你覺得它是那種廉價喇叭的感覺 不過阿肥自己使用起來 有一個要特別講出來的小缺點 算是小缺點 我會希望他們官方可以在這個本體上面 設計一個什麼 提彈 讓我出門的時候 我不需要在裝在袋子裡面 我只一提 我就可以拿它那種 這樣子對我來說會更便攜 那這台由Yurison推出的S10 便攜藍牙K歌音響 阿肥給它的評分會是在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對於Yurison S10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來詢問阿肥 那這一次Yurison官方也有跟阿肥 合作推團購啊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配合 就可以加入阿肥的Line社群 你們就會有相關資訊啊 這支影片有抽獎 抽的不是這台 抽的是由Yurison推出的這個 電動刮鼓刀 然後他們官方有跟阿肥說 你們在影片底下留言 只要當影片的留言數 影片這支影片的留言數 超過100折的話 就會送出兩台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 然後追蹤我的LineIGB 每週12345晚上6點 準時上片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Bye Bye För…